另外县警察局以及大影社区 共同举办了103年社区治安研习观摩以及座谈会 邀集了县内各个社区守望相助队的队长 社区发展协会理智长 还有消防局、警察局等等200多人来参加 县长林冲贤也亲自来主持 请听民众对治安防护的意见 并朝向每个社区都能够安全祥和的目标迈进 这次社区治安研习座谈会 参加人员包括各个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还有守望相助队队长 以及消防局和警察局等相关工作人员 他们都是为治安奉献心力的人 县长首先肯定警民而做力量才会无穷 维护社会治安光靠警力是不够的 当时我们都会保障在这个要求保障在看 所以要让政府社会的安务在那里的问题 事后才是可有事后的警政力来调查犯罪 来刑罪这些犯罪和犯罪 做堂会也让各个社区表达目前治安系统是否仍有不足或需要改进 或是民间人力物力的资源是否充足有没有欠缺的地方 有人就认为入口监视器的不足强强造成治安的死角 现在面对接规定的时候 知道我们所有就做 process 但在今天講今年的狀況 今年本年度上半年已經建築了40處 那相反的部分我們還在推動 也已經在做到40處左右 但目前為止我們全線的監視器的部分 已經做了500多處了 因為監視器要跟牆壁一樣 不是說燒了之後就放在那裡 後續還在懷疑要刺 我們在懷疑要刺的地方 生的地方都要刺 甚至可以把牆壁放在那裡 拜託的環節環節時間 那再來因為如果要給我們經費的問題 所以反正就比較重要的大部分 我們先建築 大部分建築完成之後 我們才有其他的力量去建築社區 我們主要 今天就有一個慶民的價位 慶民的價位 因為我們這三個月 主要看得到 所以我們慶民他們要做 祝堂會向大家提出的寶貴意見 縣府跟憲警局都會帶回祥和 討論民眾需求的可行性 縣府也感謝民間守望相助隊 對治安無私的奉獻 讓各個社區都可以安全與祥和 宜蘭新聞記者林奇碩 採訪報導 可能那些部份 那些貴意見該選的也要4千塊 齁